好我們講到這個 李世堅品這個十種磨業的第九種 我們來看這個經文 第九個 以德解脫以安穩者 常樂清淨而供養之 為德懈脫為安穩者 不肯清淨亦不教化 是為磨業 這個陳冠大師在書超裡解釋 這個就是叫做 守為就安 也就是我們人 一般世間人 我們的心態 基本上都是叫做趨吉必修 然後包括連就是這種修行的一個 清淨的一個偏好 通常也是這樣的一個心態 就是對於已經得解脫的善知識 或以德這種在修行上有果證的 有成就的一個善知識 我們都能夠很耗耀的去清淨跟供養 那為德解脫為安穩的這個眾生 我們一般來講 就是相對我們就會有那種分秉跟檢則 的這種狀況 這個磨業 從我們過去一直以來 這樣一路講 磨 磨世 磨業 其實你會發現一個 就是像 敘法大師在先週無教裡講的 他就是會讓你的法性彰顯 這個就是佛心智慧 那如果會讓我們復必我們的法性 復必這種智慧的這種光明的 基本上就是這種磨業的範圍 那為什麼像這種捨為舊安 因為從一稱從華遠 原教的這種教義來講的話 就是要離分別心 其實就是要離這個分別 你要去分別解脫 沒有解脫 然後你的心 願不願意清淨 乃至捨棄這個 比較 惡性的 比較 自主比較狹烈的 自信眾生 不肯去教化 這個都是遠離一勝法性的 一個磨業的範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從這個菩薩戒本經裡面 我們來看一下 余前菩薩戒本 他有一個清戒 叫做清回法師戒 他的戒文是這樣說的 若珠菩薩安住菩薩律儀 也就是有受學這個 余前菩薩戒的菩薩佛子 余說法師啊 顧思清回 就是在這個說法的法師邊上 你起了一個清慢悔制 也就是身口上的一種輕服啊 不聲恭敬 乃自什麼 失效調弄 這就是因為我們自己的 清慢心而做出的這種清悔 不聲恭敬 乃自失效乃至去 悔制的這種生業跟口業的這種戲弄 都是屬於這個清悔的這個棒 然後他接著講 但依於文不依於意 也就是他也不去管 這個法師講的這個意理是什麼 那他就針對他的 譬如說預言口音啊 或者是使用這個文實 這些種種的這種向上的這種 不完美的部分來做一種挑剔 乃至心生清見 甚至是績笑戲弄的行為 這個就是這邊講的清徒法師界 世民有犯有所為悅 世然違犯 因為我們生起這種交慢心 跟這種清慢心 這是屬於雅違犯的部分 那還有一條呢 就是叫做不為住半戒 不為住半戒這邊 戒文內然後就寫到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 境界御營 於諸有情所應做事 懷賢恨心 懷慧腦心 不為住半 這條叫不做住半戒 也就是對於眾生所應當做 而且菩薩為了勞已有情 你應該去幫助作為眾生的助伴 懷經裡面有講一個就是 菩薩要常做眾生的叫不請私有 有沒有聽過 那通常一般惡聖人 不會做眾生的不請私有 惡聖人在修法上 他著重於這種身心的一種 極盡安國的這種偏向 所以對於度化眾生來講 對二聖人來說 他就是隨緣隨分 他不會激情努力的去 饒益一切有情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差別的部分 所以受菩薩界的佛子 對於有情眾生 所應當去饒益 你要去輔助他 去同事例行的這個部分 去方便善巧的 去接引度化的部分 這個我們都不能去 去檢責 不能去懷這種賢恨心跟會老心 不為他的助伴的 這邊有寫 為於能辦所應做事 也就是你有能力能夠稱辦的事情 你就要去寫入眾生 過於道路往來 若往若來 這是什麼 這就是譬如說 有人他需要你幫忙陪他 一段路 譬如說他有種種的因緣 譬如說看病 或是要什麼事情 就是眾生他有需要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我們如果 時間允許 然後能力允許 身體狀況允許 基本上我們是要做為眾生助辦的 再來 或於證說事業加行 我們先知道什麼叫證說 證說就是合於這種因果正當的 乃至是契禮的 佛法的毅禮的 的這些所有的事業就是一般眾生所行 能夠對於眾生合於因果正當 乃至是契合佛教毅禮的這些法事啊 這些佛事能夠注意他成功的去施行的 這樣子種種的因緣啊 這個都是屬於這個證說事業加行的這個範圍 好 人家需要我們幫忙的時候 我們就去幫忙 或於掌戶所有財寶 乃至他請你幫他看管 看管他的這些制裁的這個部分 那或於和好 G perfect 就叫乖禮證頌 就是乖禮證頌 也就是兩邊吵架 不和 那你有能力去 讓兩邊變和和 然後這個時候你就不能 去捨離眾生捨這個和和 和好乖禮爭頌的這個情勢 再來 或於集會啊 集會就是吉祥之慧 唄 意思就是如果有好的眾會 那如果我们如果出席可以注意这样子的一个因缘 让大家有一个好的善的这种因缘的一个呈现的话 我们也应当要去祝庆 那货于福业 福业就是增长福报的好事 或是不失说法种种的集会 需要我们出席的去支持的 这个我们也要就是去做祝庆 那这边写不为祝庆是名有犯 有所违约是然违约 这然违约就是因为他怀贤恨心会脑心 不希望对方去成就这样子的一个集市福业 这些所有的菩提 正说事业加行这些种种的 这样理解吗 所以就是有正当的情势 有契合佛法义理的 有助于帮助众生开发这种心性苦力的 菩萨的这些正说加行事业 我们都应该当作一切众生有情的助办 好这个就是在讲这个第九文的时候 就是我们不要对众生生起很大的分别心 就是我续了这里不去了那里 或者是说对于已解脱的已得安稳的 我们好要去亲近共养 对于其他的未解脱或未得安稳的 不肯亲近乃至没有要去教化 这个都是这一个魔业的范围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前面讲的是举前菩萨戒本 那法广经菩萨戒本里面有一条叫做简责受戒戒 也就是我们之前有讲到受菩萨戒在法广经里面的规定 他是非常开的 也就是鼓励人家受菩萨戒 基本上就是懂得法师语 也就是你听懂这个法师讲讲说的受戒的这个仪轨 开始的这个内容基本上就能够受戒 不管是乃至是畜生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内容 就我们之前在最初的时候有讲过 他说若佛子与人受戒时不得简责 不得简责他的出身高低品类 那法师不应当心存分别 分别他是恶性人 他是善性人 乃至种族尊贵 出身平贱等等的 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都能够成佛 所以这个都能够堪受补上戒 所以他写 一切国王王子大臣百官 比丘比丘尼 姓男姓女 迎男迎女 你看乃至是这种 比较低贱职业的 十八犯天六余天子 五根二根 黄门 这个是指在这种身根上有所残缺的部分 或者是奴卑 就是他的种姓 种族比较低贱的 乃至一切鬼神 尽得受戒 若遇受戒时 施因问言 现身不作欺遮罪 欺逆罪 就是有没有欺逆的这种遮障 那法师不得与欺逆人现身受戒 那欺逆之前我们也解释过 就是出佛身险 杀妇杀母 杀和尚 杀舌尼 破和和身 破解魔装法 这就是破和和身 然后杀圣人 杀阿尔汗 若具欺逆 即先生不得戒 因为他有比较重大的这种遮难 遮障的状况 在心性上的开险上 有所障碍 于一切人尽得收戒 淡解法师于 就可以了 有白礼千礼来求法者 而菩萨法师如果以恶心称慧心 不给予以受一切众生戒者犯轻够罪 这个也是在讲 就别的这个分分 好 那第十条我们来看一下 增长我慢 无有恭敬 于诸众生多行老害 不求正法 真实智慧 其心必恶 难可开险 而有的四大根本烦恼 我吃 我见 我慢 我爱 都是从这个清慢来的 就是从这个相应我的四大根本烦恼来的 所以这个我慢 对于众生的这种交换心 慢法的这种状况 是对于信心的开险是非常大的一个难处 一个很难去让他有所显发的这种因缘 以增长我慢不生恭敬而入魔业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余前卢尚戒本 他有一条叫做交曼不听正法戒 这边就有提到 落诸福山安住福山进阶律宜 文说正法 听之道 文说就是你知道 有法师乃至有德之士啊 这边有的是有一些居士 不一定是法师 有的是居士 他有德行的 会讲这些大圣的这个法义 经论教理的文说正法 论义 论义就指的就是研讨这个佛教的义 佛法的义 还是抉择 抉择是非啊 这些种种说法的一个因缘场合 那我们如果交曼所致啊 怀贤恨心 怀慧恼心 而不忘听 世民有犯 有所为悦 世然为犯 因为跟这个交曼心 显恨心 慧恼心相似 若为懒惰 懈怠所必 而不忘听 是非难为犯 我们来看一下 皇上经菩萨戒本也有一条 叫做不忘听访戒 若否子于一切处 由讲法匹于经论 大赦来中 有讲法处 是心学菩萨 因此经绿卷 自法师所 听受无自问 若三灵树下 身地满中 一切说法处 惜致听受 若不致笔 听受无自问 则放你轻垢 所以这个就是不忘听访戒 这边讲的一切处 指的就是 同僧坊 也就是道场 属地或是在属家的这种 大宅社中 这里 属人的住所当中 乃是在一般的这种 厅堂 就是什么中心 就是一般我们借用场地 图书馆 这些都是属于 一切处 大赦射中 这个范围 除人进出的地方 有讲法处 我们心受菩萨戒的 这些心学菩萨 因此经绿卷 也就是要去听法 自法师所听受之问 若三灵树下 身地满中 一切说法处 西一致听说 好 那这个就是 与切菩萨戒本 跟马尔经菩萨戒本 里面都有这个 教慢不听法的这个部分 这个就是自我们的 这种教慢心 对佛法身三法的 这种心慢的这种状况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理事间品 你看完了这个魔 魔士魔业之后 十种舍离魔业 十种魔所摄子 那你如果离开了 这些魔业魔所摄子的话 你就能够得到十种佛所摄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基本上 跟我们前面讲的 魔士魔业 基本上它有一个 它等于说是 类似一个大纲的一个整理 它比较短 我们来看一下 加强我们的这个印象 佛子菩萨摩尔萨 有十种舍离魔业 什么叫舍离 祖师就讲对葬修制 也就是你对于这样的一种障碍 魔业的这种障碍 能够去修制去舍离它 能够去对治 何等为时 第一个 所谓尽善之事 恭敬供养舍离魔业 那在祖师的著作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瓜谷里的是祖师 用这个简短的文字来讲 这个是什么样的舍法 对于魔业的部分 这个叫做敬仰善 也就是你供敬供养成是善之事 透过这样的一个家庭 来舍离魔业 这个叫他力舍 也就是透过善之事的因缘 来启发我们 对于这个魔业的这种对仗修制的部分 好 第二个 不自尊举 不自赞叹 舍离魔业 你看这个有没有 所以我们常常要提醒自己 我们在现每天的生活的因缘当中 我们常常就是要去对一切的因缘 也不要生起太大分别心 你就是常常去广修供养 礼敬城市供养 这样就对了 然后因为你在做这种 其实就是浦前十大月的前进的 礼敬诸佛 广修供养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面对一切的境界因缘当中 去修这个无分别 然后慢慢你在这过程当中 藉由他力的因缘 还有我们自己不要生起这种 不自尊举 不自赞叹 就是对于我们 常常不要一直觉得自己很好 别人不如我们的这种想法 别有这种心念 如果常常像智障鬼他有 也就是这样 就是怕见不得人家好 然后一个就是自己这边觉得自己很好 就是会有这种状况 这个叫离自称举 这个叫自立蛇 第三个 与佛生法 性结不棒 舍离摩也 我们记得佛弟子 我们常常前面也讲很多 鬼棒这种大圣 佛法跟这种部分 这个生法 指的基本上就是在讲这个 大圣的意理 佛圣 对这个部分 性结不棒 不回棒 那你说有的人就想说 那假设我觉得我现在跟大圣佛法不相应 那怎么办 有的啊 有的人他跟大圣佛法不相应 那怎么办 其实就是多熏悉 多熏悉 不相应 我们其实你看在法华经里面 五百地址授记品里面 在这品当中啊 佛就是帮他的这个身文一千两百个弟子 授记未来当成佛 那他里面在他授记之后 这个五百地址啊 他就有讲了 讲了一个 辟欲 这个叫 罪获不绝 然后这个罪又有分重罪跟轻罪 喝醉酒的罪 这个在讲什么 有一个辟欲叫做一果明珠啊 你有听过吗 那那一果明珠欲在讲什么 就是 有一个人啊 他到了他亲友家 那他亲友很富有很富贵 亲友就有好多好吃好喝的嘛 结果那个人就到了亲友家之后 他就吃啊喝啊 结果怎么了 结果就喝醉了 那他喝醉了之后 他的亲友有事情要出去 他就在他这个人的身上 衣服里面放了一颗模拟宝座 缝起来放在里面 好了 然后亲友走了 然后等到这个人 他醒过来之后 就恢复正常了嘛 然后他就是到其他地方去了 其他地方去为了什么 为了衣服 为了饮食 很辛苦的在工作 然后弄得非常的 资深非常艰难 后来呢 这个人又跟之前的这个大副长 这些亲友又聚会在一起了 这个是第一个 在这个批语里面 罪恶不觉是那个人的状况 第二个状况就是 亲友相遇 再次相遇的时候 去启发 去觉悟这个人 那他们再次相遇 他就跟他讲说 为什么那么看起来那么潦倒 那我当时某年某月某日 我们聚会的时候 我在你身上放了一个 那个珠子 模拟宝座 你怎么不拿出来用 你怎么不拿出来用 你可以去交易它 你可以去换你要的东西 后来他才发现 他身上有这个文宝座 那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故事就是说 第一次这个人到这个亲友家 其实在法华经里面 他就是在讲这个化成玉品 这一品就是 在法华经里面有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他把三圣 之前有讲过三圣 身闻原觉这个二圣 加上一个没有入到十项的三圣菩萨 全教的菩萨 这个叫三圣 身闻原觉菩萨 通通会到一佛圣 就是在这个化成玉品里面有讲到 在大宗之圣佛的时候 其实这些人 这些二圣身闻人 法华经 释迦牟尼佛会的这些身闻大弟子 千二百五的大弟子 通通都在之前无量节前 在大宗之圣佛事时期的时候 听闻过法华经 所以在这个一果明珠玉里面的 这个罪惑不绝 第一个讲的亲友集会 他们却最早完 这个是大副长者指的 其实就是那个佛 佛大宗之圣佛的时候 还有他这些 那个时候的一些菩萨眷属 他有十六个菩萨沙咪 都在宣说法华经 而且讲了很久 那释迦牟尼佛在那个时候 就是那个十六菩萨沙咪的最后一个 第十六个小王子 然后那个时候 其实他们都为这些身闻弟子 讲过法华经 然后他们那个时候 在经文里记载 就是释交利息发福利心 也就是这些身闻人 其实在那个时候 就已经怎么样 发了福利心 可是呢 后来怎么样 懈怠了 觉得佛法难 然后这个怎么样 就生了退堕 就因为这样的姻缘 所以说他 《异果明珠玉》里面 在讲的这个亲友聚会 其实就在讲之前 在大宗至圣佛的时候 其实这些身闻人 跟佛 跟这些菩萨 通通都在法华会上 都发了什么 发了这个菩提心 佛 在他的这个衣服里面 放了这个明珠 就代表说 他其实在那一会 法华会上的时候 已经跟众生 讲了这个事情 一切众生当成佛的这个事情 都有佛性的这个事情 可是众生怎么样呢 他那个时候的 第一次聚会的时候 是怎么样 罪莫不觉的状况 那这个罪 有分众跟亲 众罪是什么状况 教不醒 教不醒 对 所以这个就是 完全的是一种 无名妄想 颠倒烦恼的状态 是重度 无名重度烦恼的状态 叫重罪 那通常我们人 在没有熏悉佛法之前 其实都是什么 都是这种重罪的状况 就是 就像喝醉酒这样 你也不知道你本来 你乃至你身上 有一颗明珠 你都不知道 而且你还为了你的衣食 急急忙忙的 一直在想要去 得到一个生计 不知道身上有一个魔力宝珠 那通常清罪的时候是什么 清罪其实就是 如果曾经你们在 生生世世的生意当中 曾经熏悉 见闻过大圣法教 那你就会呈现这种 清罪的状况 就是你曾经熏悉过 这个就是你大圣上根 那通常呢 不管你是重罪 还是清罪 你都是在 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在这种 无名妄想当中的 只是轻重程度不一样 可是你一旦见闻 讯息过这种 大圣的教法 他都会变成一种 你的 善根的种子 在你的未来成熟 所以展现在众生 未来的生命里面 他就是变成你 比较容易有出事的 这种出力性 这样明白吗 就是这个就是 我们之前有熏悉过 大圣乃至佛圣的这种法教 像法皇经啊 法颜经啊 这些的 这个是罪悟不决的这种状况 然后再来 他有讲到一个 他起来了之后 做什么事情 他醉醒了之后 做什么事情 他到其他地方去找 衣服跟饮食 这个衣服跟饮食 就是他为了求法 衣跟食 一个是正道 一个是助道 正道这个衣 代表的这个正道 食是代表助道 是助这个色身 的一个修道 为求衣食 代表是一个正道跟助道 然后到他方去 他方是什么 就是入到这个外道 外道就是他道 你自己内心有魔力宝珠 不知道 而向外去追求 心外求法 这个叫做他方 这样明白吗 这个就是第一个 一果明珠里面在讲这个 第一次聚会的时候 他醉悟不决的状况 那第二次 叫做亲友觉悟 第二次聚会了 他们多年之后相遇了 然后这个亲友就问他说 诶 我不是在你的衣服里面缝了一个明珠吗 你怎么没有拿来用 这个指的就是指现在 这一期释迦牟尼佛会的时候 他在法华会上 释迦牟尼佛遇到这个二圣弟子 他第一个其实就是喝着他们 喝着他们什么 就是当初 我跟你们讲二圣法 这个极尽安稳 这个不是究竟 可是你们却把这个极尽安稳 当成是究竟的灭毒 所以你们入到一个什么 化成 这个化成是要让你们 这个看起来是极尽安稳 没有错 可是为什么 因为你们流浪生死太久了 你们为了一跟十 不断的在他方 不断的在心外求法 急急阴影 所以你们会觉得什么 很辛苦很艰难 那一旦遇到这种极尽安稳的时候 你们就以为他是究竟 在法华经里面就是在讲这个道理 你们以为这个极尽安稳就是一个灭毒 究竟的灭毒 那佛在法华经上 刚开始就是直接喝着他们 他说这个不是啊 你们才走到五百游巡的路 你们才走了三百游巡而已 你们在化成里面不断的休息 当初我这个三圣的全法 身文言诀菩萨 三圣的全法 这个都是要给你们怎么样 出离三界人天的痛苦的 结果你们以为他是究竟的 结果就一头栽进去那个空 那个涅槃当中 这不是不对的 佛在法华经里面就这样讲 这个是这个亲友觉悟的这个 里面人家讲的意义 那还有一个就是他跟他讲说 你应该拿来用他 这个拿来用他就是常常要反观自信 回观反照正念真乳的这个部分 不管你怎么修行 你都要跟这个理跟真乳法能够结合 所以在这个法华经的这个 五百历子授记品里面 有这个一果明珠的批语 这个就是在讲这个道理 所以包括这边讲的 与佛身法性解的棒 我们就是讲到这个 身法就是跟你的自信 佛性的一个开显 这个佛圣的这种教法 窝人的这个部分 实相的部分 都是属于这个身法的棒 能够信解富贵棒 那如果我们 假设现在你不信 不信通常是有个因缘 就是我们过去有可能是 没有见闻虚习大圣的教法 乃至是什么 就好比这个二圣人一样 他见闻虚习了之后 他退心了 就会有这种状况 信解不棒 所以当这个你再一次 你曾经见闻虚习过 像这种一圣的法华跟华言的话 如果你再来 在见闻再去遇到这样的 法华会 华言会的这种状况的话 你这时候就会是清罪的状况 因为你曾经有这样的大圣战根 所以你就会怎么样 容易去接受三圣的圈法 因为你知道要出离 这样明白吗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能够 与佛生法 信解不棒的话 那我们就能够怎么样 能够往这个 从重罪到轻罪的这个方向 去前进 当我们未来在接触到 乃至现在 在接触到大圣的法教的时候 跟义语的时候 对十项真理这些法 我们就比较能够容易去信解 容易信受奉行 这样明白吗 这跟我们过去的熏习 是有绝对的关系 而且熏习还是看怎么熏习 我们退心的 我们移棒的 这个都是很有关系的 所以这边讲 与佛生法信解不棒 这个还蛮重要 对于我们的这个 大圣善根的这种 相续 启发 有很大的一个助力 这个就是 信生法 成信力 再来 未曾忘失一切至心 舍离摩也 就是你没有忘失这个 你有这个佛心智慧 专横异佛 异本利故 再来 勤修妙行 恒不放异 舍离摩也 就是也要远离放异行 再来 常求一切菩萨法障 舍离摩也 这个就是求菩萨法 这边讲求本法 就是本来我们 其实就是这样子的 具足这个 佛心智慧的 只是我们现在忘失了 再来 横眼说法 心无 倦怠舍离摩也 当然这个就是 要在这个佛法的意理上 有所深入之后 才有办法 去 演说法义的 归一十方一切诸佛 起救护祥 就是与佛边 我们能够归佛救护 舍离摩也 信寿意念一切诸佛 神力加持 舍离摩也 这个就是信念佛 信佛的加持 再来 与一切菩萨 同众善根 平等无恶 舍离摩也 也就是我们其实 跟这些一切的法生大士菩萨 我们曾经过去也都是同业同行的 只是因为我们 懈怠心懒惰心比较重 所以就处于一种 罪过不绝的这种状况 那这个善根基本上也是平等的 从实法来讲 一切众生都是平等无恶 这种心性上 善根同性 不分别菩萨果位高低 能与一切菩萨同众善根 了达法性菩提 以平等无恶 事为实 若诸菩萨安住此法则能处理一切磨道 那神灵摩也大概就简单 待看过 那再来 十种磨所摄子 你看有哪十种心态会为磨所摄子 第一个懈怠心 自不精进还劝他人不要用功 再来自恶狭烈 我所摄子 自恶狭烈就是 你愿我发这种菩提的愿 正在讲这个不求 不发心求取无伤正觉 不发菩提心的 余少生主啊 余少生主 得少为主也是啊 这个就是二圣人 因为三界太苦了 他们在追求一时 的这种过程 想要处理三界的这种方法 很多恶圣人就掉入什么 掉入这种长定坑 几近坑 乃至有的外道掉入的是苦行坑 这个都是以少为主 就抓到一点就觉得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这边讲的自恶狭烈 与少行生主 磨所摄子 所以我们学佛的人一定就是定位上 我们要清楚 虽然现在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做到 可是我们的方心就是菩提心的这种心愿 要往这个方向去确立你的学佛 再来寿意非语摩所摄持 这个我们当初在讲的时候讲到 就是寿意就是你执着你所受的那一法 就是究竟 然后去排斥其他的这个法门 不能够成就 这个就是寿意非语的这种状况 所以如果学佛清净善事的过程当中 你们有发现对法门的受持会出现这种 寿意非语的状况 那个就要小心 有时候就是不差出去了 不发大怨不求无上菩提的 广度一切众生的 这个也是 乐主极尽断续烦恼 丹酌禅定之乐 自在小胜的片空片盘 这个也是 有断生死 厌患三戒 不想要再来救度德行 这个也是 舍不上行 这个也是 不化众生 一半正法 这个都是魔所摄持的范围 好 那我们来看的这个 魔 魔士 魔业 十种舍离 魔业 十种魔所摄持 那接着他就讲到 乐主菩萨能弃舍此魔所摄持 则得十种佛所摄持 如果远离了这些 魔业 魔士 魔所摄持 你就能够得佛所摄持 然后十种 佛所摄持的状况 就是 初始能发福利心 就是你 一开始学佛 你就能够发起这种大圣 佛道的这种菩提心 这个就是佛所摄持 那余生生中 此菩提心 不令忘失 佛所摄持 再来 觉诸魔士 心能远离 知道什么是魔士 什么是魔业 能够远离这种状态 情境因缘的 这个也是佛所摄持 再来 文诸波罗蜜 波罗蜜 就是道彼岸的一个智慧 大圣十项分别的这个智慧 叫波罗蜜 如说修行 能够如说修行 这个大圣的义领 十项之法 佛所摄持 知生死苦 而不亦厌恶 其实我们修大圣法的人 要知道我们 这种在三圣当中讲的苦空无常无我 是要引导我们出离三界的一个善巧 一个方便 我不是跟你讲的苦空无常无我之后 你反而跟他生起一个对立心 就说这个太古 那这个就是一个 也是一个分别 就等于心 心上业下 心业 有这种心业心 有这种分别的心 那我们菩萨 知道生死苦 而不厌恶 佛所摄持 再来 观圣身法 得无量果 佛所摄持 为诸众生 说二圣法 而无正取 比圣解脱 这也就讲到 你说小圣法 你说修大圣人要不要学小圣人 要的 要的 你不能去毁谤 生文法的 这个菩萨界里面也有讲到 为诸众生说二圣法 你要跟众生讲 这四圣第三法 这个都是佛法的 共通的基本的基础 可是呢 不正比 不正取 不正取 就是不入到二圣人的 这种偏空灭反的这样的解脱 这就是这边讲的 不正取 比圣 比圣就是二圣 身文原诀 的解脱 之前我们有讲过 大圣跟小圣的说 的这种修法 所正的这个礼 有什么不同 大圣的礼跟小圣的礼 区别在哪里 大圣有一个所善且不生 其实就是 有没有对这个法升起这个直取性 他们其实两个都要正得我空 都要正得这个空性 三圣共坐卸托床 都要正得这个我空的这个法理 可是二圣人正得这个我空之后 就住在那个空性里 那大圣的这个礼 他不是这个空性而已 他是实相 代表说实相不是只有空性 这样理解吗 这个是最大的差别 为圣人为什么会一头栽到 灭反坑里头 其实他是到了一个化成 一个中际站 可是他以为那个就是一个究竟的一个灭度 佛才跟他讲 这个实相不是空性而已 而是要怎么样 从空出有 所以天才讲空假中三观 你小圣二圣人 他就是极空的部分 里如外 他能够清正一切 缘起无自信的道理 可是缘起无自信 就是要嘛有 缘起就是有 要嘛空 无自信就是空嘛 对不对 可是这个跟心性跟真乳都还没有什么 还没有一个连结 所以他没有办法从空出有 所以这个就是还要再进一步 所以这边就讲到 不正取彼胜解脱 讲的就是这个 就是你要知道身文法 你要知道苦空无常无我的道理 可是你不能就一头栽进去 这种极静安稳的这种空性当中 我没有办法从空出假 从空出有 没有办法再进一步 在心性上有所开写 妙有的部分 广度众生的部分 这个都是属于二圣人 没有办法去究竟的部分 所以 为出众生说二圣法 而不正取以圣泄脱 唯佛所设止 再来 乐观无为法 而不住其中 于有为无为 不生恶祥 就是不要有分别心 佛所设止 自无身处 而先受身 你看在这种大圣的经典里面都是这样的 要从空出假 佛所设止 虽正一切智 而起菩萨行 不断菩萨种 这个一切智就是空性的智慧 总相的智慧 原起无知性的智慧 理上能够通达无碍的智慧 这个叫一切智 然后 这个有这极空的智慧之后 而能够起菩萨行 不断菩萨种性 这个是佛所设止 若诸菩萨安住其中则的诸佛无上设止力 所以大概我们从离世奸品的这些 摩世摩业 舍离摩业 摩所设止 跟这个佛所设止 大概就可以知道 我们受学这个 佛圣的佛弟子 乃之受学菩萨 菩萨界的佛弟子 常常要往这个大菩提心的这个部分 去发展 心性的开发 真如的一个相应的这个部分 要能够会常常要消归自信 才有办法得到这个远离摩所设止 而得到这个佛所设止 好 那我们回来 我们就是在讲这个 置地柱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经文 石柱品从出发新柱 置地柱 修行柱 身柱柱 巨竹方便柱 正心柱 不退柱 同真柱 王子柱 冠顶柱 这个是始柱的名称 这个过去 现在未来 苏佛 都学说是始柱法能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喚醒大家的这种记忆 要不要一起念 我们一起念 我们把初发新柱 跟置地柱念过 好 佛子 佛子 云和为菩萨发新柱 此菩萨见佛世尊 形貌端严 色相圆满 人所乐见 难可执欲 有大威力 或见神族 或闻济别 或听教界 或见众生 受诸俱苦 或闻如来广大佛法 发苦离心 求一切智 此菩萨原始种难得法 而发心 何者为时 所谓四处非处智 善恶业报智 诸根圣叠智 种种解差别智 种种戒差别智 一切智处道智 诸禅谢托三昧智 宿命无碍智 天眼无碍智 三世漏苦尽智 事为时 佛子 此菩萨应劝学识法 何者为时 所谓勤供养佛 乐助生识 主导世间令除恶业 以圣妙法常行教诲 探无上法学佛功德 伸诸佛前 藤蒙射受 方便演说 极尽三昧 赞叹远离生死轮回 为苦众生作归一处 何以故 欲令菩萨于佛法中心转真广 有所闻法极致开解 不有他教 好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一段出发心柱 出发心柱里面在讲的就是说 菩萨住在这一柱的他的自分跟圣经分 这个我上次有讲过 自分就是你这一柱你应该受学的 那圣经分就是你 圣经去后到第二置地柱的时候 你应该选的 好这个叫做自分跟圣经分 每一柱都有这两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里面 自分就是说这一柱的菩萨 他是什么样的因缘发起 首先他讲到什么样因缘发起 菩提心 你看见佛世尊形貌端源色相圆满 人所乐见难可执欲有大威力 有没有 这个是第一个因缘 见佛的因缘 你看我们过去佛世时期 有很多弟子为什么发心出家 因为他看到佛很庄严 这个就是见佛的因缘 再来 获见神族或者是说 他展现了一个智慧的这种神通的这种状况 神族变化 获闻祭别 或是听到佛受祭人家未来当成佛 这样的因缘 获听教戒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听法 文法 见佛文法 获见众生受诸苦惧 有的人发菩提心 他是为了敏念一切众生的苦难 而发菩提心的 再来 获闻如来广大佛法 发菩提心求一切之后 这种的就是听闻佛的教法 乃至看到要法要灭了 他不舍把灭的状况 而发菩提心的 这样也有 你看以上是种种的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因缘 就佛下出发心柱 会因为这些种种的因缘 一切众生都有他的一个路到发心的一个因缘 这边就讲到有这些因缘 来发菩提心求一切之 再来自分 此福萨原始种难得法而发于心 在初发心柱的自分 这边开始是自分的经文 就是要缘什么 佛的实力 就是你们刚才念的 是处非处智 这是对于这个因果正理 什么处非处 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 这是合于因果的 这个部分的智慧 乃至三世漏普进智 这边有十个 这边讲的就是佛的实智 也就是为了求得到佛的这种智慧 而发菩提心 所以换句话说 你见性 我们初发心柱这边开始就是你 对于心性 对于实相的你 你入理了 你弃理了之后 你要开始怎么样 起菩萨到真实的修行 就是华严经十柱位这边开始 初发心柱是一个开始 那这时候的菩萨 就要原佛的智慧 来发菩提心 实力 也就是你的立定 你说一个人明心见性之后 他要做什么 就是要发成佛智慧的这种心 所以他的智分 是源这十种难得法 佛的实力而发菩提心的 再来佛子下面这个是圣经分 也就是他要圣经去到 去后 圣经 趋向后面的一个地位的时候 的阶位的时候 而有的修行 使菩萨因劝学实法 合者为实 这个就圣经分 你看上次有讲 十个里面 第一个一定是总 后面九个是别 那这个总就是总说 这个圣经分的一个修法 有没有 请供养佛 这个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强调 心性的明白之后 你看你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花开见佛之后 你第一件事情 在阿弥陀经里面也讲到 就是你早上起来之后 你出会听阿弥陀佛说法 说法完了之后 你要到十方的佛国度 去清净十方诸佛 十万一佛国土 然后怎么样 然后广修供养 所以你看 见性路里的菩萨 起行开始 就是从什么 请求供养佛 这边开始的 然后乃至 从后面第二个开始 到第十个 乐住生死 他这时候在大圣人的法教里面 你不会看到教 你要厌离生死的 而是要教 这些都是菩萨法 教佛教菩萨 都是这样的 乐住生死 因为他们已经 离三界这种 见识烦恼 所以对他们来讲 乐住生死 会不会有问题 没有烦恼的问题 所以这边你会看到 在大圣的法杖里面 你会看到他就是 乐住生死 主导世间 令除恶业 去救助众生 以圣妙法 常行交回 去交回众生 然后叹无上法 赞叹佛圣 大圣的这种 义 学佛 学习佛的功德 身诸佛前 横蒙射受 能够到诸佛 佛事 现前的地方 能够 常遂佛学 然后方便演说 极境三昧 和教导众生 这个极境安闻的法 赞叹远离生死轮回 赞叹这种极境 为苦众生做归一处 也就在三界生死轮转的 苦难众生的地方 为众生的归一 引导众生出离三界 那你说 怎么这边要赞叹 远离这种三界生死轮转 然后结果又要乐住生死 有没有 这里有没有矛盾 这里没有矛盾的 赞叹远离生死轮回 是你要有出三界的 这个烦恼的 这种极境安闻 那这个热恼生死 指的是指 你在受学菩萨道的过程当中 你要升起的一个 大悲善巧皇帝 这是不同阶段 我们在学佛当中 你会有几个阶段 如果是天台制的大师的话 他大概就是分 般若道跟方便道两种 还有一个佛道 那在这个般若道前面 大概有解脱到就是二圣人的 那简单来讲 你就是这样分 你见性入礼之前 跟见性入礼之后 然后最后是一个圆满佛道 那在见性入礼之前 你的重点要放在哪里 见性入礼之前 对调伏烦恼 所以见性入礼之前 的重点就是在极境安稳 就是你的波罗道 你要成就这个十项的智慧 你刚开始三界内的众生 你的重点要往极境安稳的这一法去前进 因为我们现在是极境安稳的吗 我们现在没有极境安稳吗 所以你现在带着不极境不安稳的 这个叫烦恼心 你如果去行菩萨道 那众生不就惨了 你自己有烦恼 然后你还要去度人家 对不对 所以在见性入礼之前 我们的重点是要极境安稳 你要自己有一个调伏的力量 去调伏自己的生死的 这种重大的业力 还有文师修 你们其实大概都讲对了 这个之前我们讲过 要去调伏我们第八阿爷寺里面的 这种生死的业力的种子 然后不现行 然后再来呢 对于现在的这种心念的相续 你要从文师修来建立这几件 这个从这个方向走 就是往极境安稳的方向 可是极境安稳是对于一个空性的取证 可是你一旦见性入礼了之后呢 你还要极境安稳吗 如果你见性入礼了之后 你再极境安稳你就变成二圣 你就是偏空灭盘 所以这时候就变成什么 要发福提心 修学菩萨道 所以这时候才会讲乐助圣死 这样明白吗 所以它是不同的阶段 这样有没有听懂 所以极境安稳是三界内的人 你在这种要取证这种波尔智慧 实相的意理的时候 的这一段最初的空性的取证 这个是必要的极境安稳 那一旦你陆里像华元经 始祝位以后的通通都是什么 你会看到他写乐助生死 所以你们不要对于大圣经典 你们看到这样你就会产生一个习惯 怎么叫你往三界里面去跑 那因为已经取证空性了 所以他下一个阶段 这个方便道 菩萨道 他这个就是从他的这个大悲 大悲心菩提心 增广的部分 增上的部分来讲的 有别于三界的众生 是从极境安稳的角度来修持的 这个菩萨 使法 使教的菩萨 基本上开始这边看经文 就是乐助生死 主导世间立除恶业 那个差别在这里 这样明白吗 OK 好 你看为苦众生做归一处 好 这边来看 何一顾这边 每一段注位的经文 你都会看到这个 何一顾后面有两句 一句是 那一注每一注的 别意 个别的利益 还有一个是通意 共通的利益 我们来看一下 玉令菩萨 与佛法中心转真广 这个是初发心柱的别意 也就是这一句是初发心柱菩萨 他所单独个别的修行的利益 这一注的菩萨 原佛的实力发福利心 他的圣境开始勤共养活 乐住生死 主导世间 令除恶业 作为众生的这个善知识 作为苦众生的归一处 为的就是要在活法当中 他的心转真广 那心转真广 我们上次有讲到 有两个面向真广 第一个智慧真广 第二个大悲真广 悲智两方面都要真广 这是属于初发心柱菩萨 自分的个别的利益 再来 有所闻法极致开解 不由他教 有所闻法极致开解 不由他教 这一句是柱卫菩萨 所有柱卫菩萨 你都会看到这一段经 这一句经文 这个是柱卫的共通的利益 也就是换句话说 柱卫因为他陆里的贱性 他十足的注视 是注在这个 柏尔空性的智慧之上 所以他所有的智慧 都是什么 都是自信显发的 所以这个重点在这里 所以叫做极致开解 不由他教 这时候开始显发的 心性的智慧光明 都是什么 自信开显的 不是外求外来的 教明法 这个叫做石教 石法 教明法 这个就是从初发心柱的经文 我们简单的再回顾一下 之前初发心柱的部分 那再来第二个字地柱 我们一样念一下 佛子 云合为菩萨 四地柱 此菩萨 云诸众生 八十种心 何者为时 所谓 利益心 大悲心 安乐心 安住心 怜悯心 圣寿心 守护心 同己心 师心 导师心 四为时 佛子 此菩萨 因劝学 实法 何者为时 所谓 宋习多文 虚弦极尽 尽善知识 发言和悦 与弊知识 心无 却固 了达于意 如法修行 远离于迷 安住不动 何以故 欲令菩萨 余诸众生 生长大悲 有所闻法 吉字开解 勿由他教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第二字地柱的菩萨 他的字分 就从这里开始 此菩萨 余诸众生 八十种心 何者为时 就是刚才 大家念到的 利益心 大悲心 安乐心 安住心 怜悯心 色寿心 守护心 同己心 食心 导食心 这十个 那这个十个是 自分的菩萨要修学的 那我们基本上就是 讲到了这个安住心 这样有没有回忆过来 好 那我们就先 介绍一下 这个字地柱的结构 那我们再回到 刚才的讲的以上 那我们等一下 继续往下 从安住心 下面的怜悯心 讲到这个导食心 这个是自分 他应该发起十种心 再来你的第二柱 菩萨要圣经 趋向第三柱 修行柱的时候 这时候应该还要进一步 劝学十法 这个是属于圣经分的经文内容 何者为时 这个一样有种跟别 十法 你看华言经的十法 经文里面 第一个一定是种 种的就是 种设这十法的一个核心 这个叫送习多文 你看这时候 自立柱的菩萨 你从他见心路里的 他还要不要学 还要的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你从华言经菩萨修行开始 从诸位开始往后 这个菩萨是不断的在修学 跟你现在学的是一样的东西 他没有差别 他最大的差别 跟我们的不同在哪里 就是他对十项 他陆里的 他没有烦恼 他没有三界当中的这些 见识烦恼 他不带着这些烦恼 在学这个建国文法 在清净三知识 可是我们是怎样 我们是有的 我们是刚刚讲的 那个摩世摩业的状态 邪见邪道的状态 这样理解吗 那个差别就在这里 乃至欲令菩萨 余珠众生 增长大悲 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解释 这个宋习多文 其实就是在从这十个 胜进去后的这十法 基本上就是以智慧的一个启发为主 宋习多文 然后以这个智慧来引导我们的大悲 余珠众生增长大悲 以智来导这个悲心 有所文法极致开解 不由他教顾 这个就是一样是诸位的通义的部分 也就是他是从心性上显发这样的一个智慧 跟一个大悲心的 好 那我们回到这个讲义上来看 就会更清楚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 我们学这个华临经要常常拉回来 辐射出去 他再拉回来 这个不会得老人痴呆症 我们这边上次讲到 讲到说 置地柱 就是在出发心柱的基础 空性的基础之上来起行 修学菩萨万行的 那这个陈观大师呢 在解释这个自分的十种心的时候 他就讲到 他说这有两种 两种意义来讲 一个是你在一切众生身上 你都起这十种心 这个叫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那再来别变差别 就是对八种众生 来特别起这个 起这十种心 我们往下看 此不晒于诸众生 立乐悲悯 发食众心 刚刚于人类经文有念到 利益心 特别是对于有怨对的众生 非直不念家暴 亦乃受与利益 我们这个之前有讲到 就梁黄灿里面 就跟大家讲 我们要常常解冤事解 你这个对于一切众生 你可能根本没有太大虔诚 你可能心念上 你提了起来 要去利益他 可是对于跟我们之间 有怨结的众生 基本上你这个是比较难做到的 所以为什么要对于 这八种众生 特别发起这样的心 就是因为那叫难 所以于有怨对的众生 菩萨救苦为之良 解冤为要行 不舍众生为本 这个两张餐里面的文号 这个就是要常常 施予授予利益 好 再来第二个 大悲心 于贫苦的众生 欲令远离这个贫苦 你说众生为什么会贫苦 因为不明白 因因果报 业果的道理 所以这个 要能够去教导这个贫苦的众生 能够远离这个 十二夜道 能够符合这个 因缘果报的这个道理 来起这个大悲心 祝令众生能够断而修善 好 这个是这边讲的大悲心 第三个 安乐心 这边是讲对于这种 围惧无乐的众生 令得乐 惧不尽 也就是在众生还没有误得这个真理 实际上 基本上都有这无众部位 不活位 为了衣食生活 常常要去担心温饱的这个部分 这个叫护活位 还有恶名位 怕他人的这种众大 名欲受损 那是位居命中 十位 恶道位 怕多到三个道 还有一个是大众位得位 这个就是在大众前 会有一种 没有自信的这种部位的状况 那菩萨 于围惧众生 令得乐惧不尽 就是要给予众生安乐 称为五种礼部位 菩萨能够令有心众生 心生安乐 远离忧愁恐惧跟害怕 这个是前面讲的三种 第一心 大悲心 安乐心 那第四种 这个安住心 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讲 这个魔业的部分 这个就是在恶行众生 令住善行 然后乃至 安住在大菩提心当中 这个就是这个安住心 所以对于这个 我们一切众生的心 安住与否 这个菩提的发起劝发 菩提心的劝发是很重要的 从我们这个过去将一路 在讲这个魔业模式 舍离魔业 远离魔所设止 得佛所设止的这个部分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 菩提心的这个重要 也就是这个十项 真独心的一个相应 再来第五个 怜悯心 怜悯心就是 于得乐众生 就是现在有福报的众生 现在正在享乐众生 以精敏心 独立放逸 这个就是我们知道 我们上一次在讲这个 三途八难的时候 也有讲到 对于正在享福 或是福报比较大的众生 对他们来讲 佛法并没有 那个急迫的需要 的那种状况因缘 所以对于现在正在福报当头的众生 我们应该申请一种怜悯 一种精敏 要让他们劝发福利心 精进谨慎莫放逸 否则他们就是常常在这种 享福的状态当中 当有一天福报受用完了之后 那基本上就是苦难的一个开始 因为三界的福报是会消磨的 所以应当劝导 精情福贵 圣莫放逸 要懂得惜福感恩 这个是这个怜悯心的部分 再来射受心 射受心要射受什么 这边陈冠大臣就特别针对 外道未发福利心的人来讲 射令正性发心 要有一个佛法的正性 还有福利心的一个发起 未发心者指的是指未发福利心 不知道要向内 向我们的自心 现前一念心性 向这个真度去安住的 这个就是属于外道的部分 心外丘法的部分 那这个凡事修行就是要会归心性 这个我们前几次的课堂都有讲到 所以基本上如果我们这样里有听 这样的课就是持续的跟着 基本上有很多慢慢的经文 我们乃至那个祖师的论述 你们自己看 慢慢的其实你们会去看懂他 其实并没有那么困难 其实并没有那么困难 其实这就是一个熏悉的问题 好 这个是射受心指的是对于 外道未发福利的人来讲 摄取他令发正性 好 再来守护心 守护心指的就是 已经发菩提心同怨同行的人 我们就要去守护他 守令不退 就要共同修持菩萨道的这些同参道友 我们就是要常常去彼此不相照顾 就像金刚经里面讲的 如来善慕念诸菩萨 善慕语诸菩萨 有没有 这个 我也就这样教导他的弟子 我们常常要大菩萨照顾小菩萨 已经发心同怨同行的这些 你们彼此同参道友三知识 大家互相互念 互相守护 这个就是这个守护心 守护什么 让这个菩提心退失啊 退走 再来同济心 同济心这个也是对于 已经发菩提心的 发菩提心信愿的这个众生 取如己心啊 就是不是只有我们自己 对于一切这些发菩提心的人 守护以外 我们还要把他当成是跟自己一样的 这就是他进一步除了自己以外 向外扩大 自他不二的这种部分 来涵盖一切 已经发菩提心 行持菩萨愿的众生 好 再来第九个跟第十个 好 这边就讲到 施心跟导施心 好 这个施心呢 跟导施心是在这个 已经发菩提愿的众生当中 好 又开两个 好 这也就是从这个 同济心所射受的 菩提愿众生 比我们好的 好 于圣 于成大道 即进去者 推之如施啊 也就是我们一样发菩提心的 这些同参道理当中 这些众生当中 如果他是在大圣佛法的菩萨道 这个修学 勇猛精进的 即进去者 就是指他非常勇猛精进的 那我们就推从他 就像好比我们的善知识老师这样子 推之如施 就是指这个施心啊 也就是我们对于一切菩萨 我们要互相的 效仿去修学 那这个导施心的部分啊 这个是指一样 有这个菩提信愿的这个众生 他不是只有勇猛精进而已 他更进一步已经得到 譬如说有果正或者是具足 在自立化他上具足真实功德的 于极具功德者 敬之如佛啊 你就是要像佛一样的来 称师共的 这个指的就是这里的导施心 好 这个就是十种 自分的十种心 所以你看 自立柱的菩萨 已经都见性路里了 他们发的心就是这样 不断的在菩提心 智慧跟慈悲上不断的精进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说佛法要学什么 就是不断的去圆满 圆满我们的菩提 菩提就是智慧跟慈悲两脑 杯子两个翅膀 智慧上 你如果还没见性路里的 你就先往极静安稳的方向 对于空性 十项 礼压 要能够有所气路跟正德 烦恼的消化的部分 三界见识烦恼的这种 破除的部分 这个要努力 往极静安稳的方向 那你待见性路里之后 就不能停留在这个极静安稳 就要往这个大悲心的增长 增广方面去努力 你看从置地处这边 你就可以看到 把这置分要发这十种心 再来并更劝学实法 这我们刚刚有念过 就是圣经 你要趋向第三处的时候 你必须要修着实法 圣经趋后 我们看一下陈观大师他写的话 有通有别 就是这十法当中 一样有种有别 通向可知 别一辗转 厚厚胜于浅浅 就是从这个总向 第一个 送行多闻 这个我们可以知道 这是置地柱要往 修行柱方向前进 你要总的来讲 就是你要多闻熏行 为什么 这是恶力行一 也就是 他是自立 立他这个叫恶力 修行的一个一 就是根本 这个叫通向可知 别一辗转 就是往后 送喜多闻往后九格 就是辗转 依于这个多闻熏行 之后而有的一个 精进圣经的部分 所以厚厚胜于浅浅就是一个往后 就比前面还要再更进步 胜进虚后的这种状况 劝学者余下识法中精进修行 这个叫劝学 第一个 送喜多闻 你看自地度菩萨 他还是要多闻熏行 智慧上 我们知道 就是见性路灵 你所证得的 这个就是空性的智慧 或是叫我空的智慧 可是你这个时候还要再进一步 去受学一切 菩萨 我们这个空性的取证 刚开始是三界 那个相对于烦恼货业的断存的话 是三界的见识货 三界见识货 然后之后出了三界之后 要货什么货 三界界外的 这个叫成杀货 成杀货指的就是你的无知 你对于一切法 像二圣人 他证得的这个空性 法空的这个理 这个就是对于空性的一个取证 可是他知道了所有的法了吗 没有啊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上一次在讲这个 八地菩萨 还有利他不欲行藏 他对于一切法 佛不是出来劝请他 要跟佛一样修无量的法迷吗 对不对 这时候意思就是他对于很多法 法界这些因因缘缘的存在 其实他有个透彻 其实他没有透彻 他知道空性 他没有见识烦恼 他没有界内的烦恼 可是他界外对于一切总相的这种 法界的因缘 缘起的这种道理 他不见得每一法都能够穷尽 都能够知道 都能够明白 所以佛就要跟他讲 你要去求佛制 而不是停在这个化成的一个极尽安和 以为你是究竟灭毒 所以说这个就是 为什么这边要送行多文 你有很多不知道的一种境界 这个都是菩萨道要去修学 所以你看那个五地南圣地的菩萨 都还要修五名 也就是这些世间的这种天文地理素数 有没有 那你说之前我们在诵 在学这个摩叶讲到菩萨界的时候 他是不是有讲到 这个其实是什么 外点 还记得吗 你看 你还没有见性路理的时候 你去学这个的时候 他会有问题 可是你一旦正的空性路理之后 要不要学 要学 你有看到那个差别吗 你在三界内 你要离开三界 你要出离这种生死烦恼 你出了三界之后 他就要让你热住身 有没有 有看到那个不同吗 这个就是阶段不同 这个就是阶段不同 如果天台智者大师 这个叫做前面叫波罗道 见性之前 这个就是你的波罗道的开发 那见性之后 这个叫菩萨的方便道 为了要成就普道的 就是这样子 那波罗道之前 还有一个解脱道 如果你要连小圣的这个部分 那你说大圣 大圣的空性 他其实就是一个清净心 这跟小圣差别在这里 不一样的差别在这里 小圣他就是空性 就是空性 那大圣的空性的理 他就是清净 他不连着 可是他的心还能够用 小圣他灭心意识 所以他心事不起作用 差别就差在这里 大圣你的心要能够活 所以大圣的空性叫清净心 叫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以清净心 自一切反空为根本 来起菩萨行的 度脱十方一切终身 这个是大小圣的差别 这个慢慢你们 要能够掌握到那个 大小的全实的法理 这个很重要的 你们就不会在 那么多的经论当中 去产生矛盾 就觉得说 怎么这里这样讲 那里这样讲 你当然从字面上看起来 看起来像是冲突的 就好比刚刚 那个也是一种冲突的状况 有没有 乐住生死的那一段 就是有时候 我们从经文上来看 有时候你会看不明白他 可是这时候你就要怎么样 从修行的阶段性去看他 你就能够明白 出发心柱的这个 圣静芬 他一下叫你要乐住生死 生死逐到世间令除恶业 以圣妙法常行教会 然后做众生的一种皈依 可是他又要你赞叹远离生死轮回 有没有 你从表面上看他就是冲突的 可是你要知道他这个理在哪里 你就不会有这种矛盾跟紫柱 我们来讲这个 支帝处的圣静芬 第一个 总的就是要送洗多文 然后这个圣静修学的总纲领 总相其实就是要宝学多文 那这时候的学 不是像我们现在的这种学的这种状态 它是什么 它是心性去显巴的一种智慧 它不是像我们现在在学习都是这种分别心 就是有意识心事的这种作用 它叫做随顺性的受持圣教 这个是一个蛮大的差别 入出发心住之后的圣人菩萨 法生大士菩萨 基本上他都是不管他的事修是什么 不管他在持咒念佛 或是他在做什么事情 或是诵经 他通通都是跟什么 跟心性相应 都是消归自行的 简单讲就是这样 他不是用我们的这种妄想心跟意识心 在做宋喜多文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差别 因为他见性入理了 所以他的这种心是清静的 就刚才讲的那个 因为他空性有所取证 所以他是以一个清静心在宋喜多文 可是我们现在 我们宋喜多文我们是怎样 我们是以一个自我意识心 夹杂烦恼跟妄想 这个是最大的差别 所以他们是随顺性的来受持圣教的 然后不断透过这个 生活当中世修的这个因缘 来启发这个心性的一分智慧 宋喜宋就是读诵 背诵 那读经千遍 其意自见 很多人读经都读不下去 你们会吗 会不会有人读经读不下去的 就是说我建议就是你们 现在已经开始在听文佛法 而且你们慢慢对华言经对于这个大圣的意义 慢慢你去深入之后 你们应该能多读诵大圣经典 从读诵经典的这个过程当中 去做一个虚习 有一个叫做真如内虚 法师心经也是算对不对 对啊当然啊 他是生法 真如内虚 什么叫真如内虚 就是你所有建文佛法的这种大圣的善根 他都会在你的八世田里面 种着一个大圣善根的种子 他不断的在 其实他不断的在作用 你会常常为什么你看有些人 这叫善根 一样白白都是人 一样平平都是人 可是呢 你看遇到境界来的时候 因缘来的时候 每一个人的反应是不一样 那有的遇到沉静的时候 一般世间人来 什么叫受用 你在受用你现前的因缘跟果报的时候 每一个人面对的方式 跟烦恼相应的点都不一样 那个就是你有没有这个善根 如果有善根的人 他真如内虚 种子善根种子会起作用 你就比较容易有出离心 你对于这种果报的受用 你不容易跟烦恼相应 你看有的人受用果报 很有福报的时候就怎么 开始 呼一呼一听不懂 就是 辅助 就开始辅助卑微 听懂吗 就是人在受用果报的时候 他有不同的因缘跟烦恼 那你有善根的人 他比较容易有出离心 他不会黏着在那种享乐的境界因缘 三界的这种果报的受用上面 去执着他 然后为了取得更大的果报 而再去造作恶业 身口的这种恶业 这就是清罪的状况 会让你在生生世世的生命里面 你都会带着这种决性 比较清明 比较不容易跟烦恼相应 所以常常要修补大圣 有这个好处 就是熏起这个大圣的善根 这个很重要的 然后习就是你学习 就照着做 这叫习 所以你们不要常常来共修 就是只是嘴巴念一念这样而已 这样就是没有 就是只有四修 当然跟没有念的人 你们有共修就是有好处 自己或在家里念经 有念总比没念好 你们念的都是什么 都是一个大圣的善根种子 他在我们的第八阿耶识里面 都是一种内熏的作用 都是一种善根的发现 可是你怎么样让这个种子 变成现形 那个就是刚刚讲的 衣果明珠里面 你的模拟宝珠在你的衣服里面 在你藏起来的时候 他的作用有没有 没有 因为你跟众生一样 都藏起来 他有 你有他也有 那你要怎么样 你要把它拿出来用 你要常常把所有的事修都能够 汇归到心性 消费自性 这样明白吗 这个就是你常常要去用他 所以这边宋习多文 宋就是你要不断的反复 去熟悉他 读诵嘛 那习的话就是你要跟着 你前面的 归以后的事正行 清静善知识多文熏习 然后再来你要怎么样 如理思维 你要不断的 然后如法修行 你要不断的去照着 这个学习照着他去做好 将经典里面的这个意义啊 跟这些教授 都能够落实到生活当中啊 所以这个就是 还是回到我们之前讲的 我们要常常有一个正思维的训练 常常把你熏习道的佛法 把你的宝珠拿出来用 受熏熏习的这个佛法 要把他如实的在日常生活 拿来做关照 拿来落实 修养自己啊 所以这个宋习是基本的 修学的这个法 从你的宋习 就是从你的见闻当中 去生出这个智慧啊 要了解这些 三界当中的因缘果报 我们最开始学习佛法 都是从因缘果报的道理来的 然后可是你不能一直停在因缘果报啊 你要怎样 你要进一步往实相的方向 去迈进 或者你一直在因缘果报 就是人天善法 那人天善法 基本上也就共外道了 就上一次那个唐廉君 菩萨他不是问了很多问题吗 他说信基督教 其实如果信其他的宗教 我们不要讲宗教 我们就是一切的宗教 其实都是劝人向善 基本上基本上都在十三页道的范围 也就是在人天当中 那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就是什么 共人天善法的 他也没有不好啊 可是如果你连人天善法都不学 那你是不是比 比他们还不如 对不对 所以换句话就是说 我们也不能只停留在人天的善法的部分 你还要进一步往佛 佛陀所教导的这个实相的部分 去契录 这个空性的这个智慧 波罗的智慧 然后乃至你怒礼了之后 你还不能停在这个空性而已 你还要能够用这个清净心 能够智慧大悲都要能够增长 所以了解透过读诵 透过诵习 来了解三界人天 这个整个因缘果报的道理 善恶道的道理 业果相续向业果的转变 这些种种的现象 都是可以从你在读诵经典的过程当中 去明聊那个业果的道理 所以要多读诵 多听文 多学习大神经典 然后慢慢除了这种 三界的因缘果报道理之道以外 还要知道 如何发菩提心 要有空性的正见 要有大悲心 菩提心 如何修学菩萨道 菩萨行 如何去利益众生 了解关怀 这个都是属于大圣的一个菩萨行的内行 那我们如果常常送喜大圣 像法王经这些大圣经典 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佛要出世的本怀 其实这个像法王经里面有讲很多 好 所以这个总相是送喜多文 那再来后面九个 一一来看 虚嫌即净 这就是你听闻 佛法之后 你就要 闲静思修 闻思修的这个过程 这个就是我们在讲 你入礼之前 你要 往这个安稳寂静的这个方向 那这个致地祝福萨已经入礼了 你看他还是需要这种状态 行者的生活 身心的调试 常常 要能够去调整 清静极灭平等觉 现前 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落实那一种 你看那个菩萨 你看恶圣人他在休息这种禅定 跟这种止境的时候 他们在哪里修学 山井 在阿文落处 有没有 因为他们 还没有真是真正入礼 十项清正之前 他会需要一个环境 极静安稳的状态 相对来修学 那一旦菩萨入礼之后 他这个极静是什么 是内心的 那他的身怎么样 他身不一定局限在 山间灵边 阿兰落处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区别 所以他在日常生活当中 他就是这种 虚显极静的状态 这样明白吗 这个这个是有很大的 他在应对当中也是这种状态 净善知识 你看这个还有清净善知识 这个闻必依有 就是你听闻佛法一定是从 这个身闻 从闻生来的 依着善知识而有 所以要清净善知识 所以这边有跟大家补充 这个 与切实地论里面讲到 归一后的事正行 清净善知识 听闻正法如理作义 法遂法行 好 这个就是事正行 好 这个我们之前也有讲过 再来发言合悦 发言合悦 这个就是成功上是讲 予有求请 对于善事是善有有请求的时候 严必合悦 也就是不管我们是在教导人 或是要教导别人 要请教别人 或是要教导别人 这个 这个要智慧 好 这个不耐烦 这个也是一个 不耐烦就是还没有见性 结果不耐烦 因为还有我的这种 凭辈的感觉 或是 对于众生不耐烦的那种感觉 法师可是有的人要很大声他 对啊 没有错 哈哈哈哈 那这个就是 各别 赞巧的部分 对啊 所以你看那个灵迹 有棒喝啊 啊 那个就是祖师他各有熟眼 他教导他的众生 他土地的时候 各有各的熟眼 方法 那就各别各别的 可是我们就是要去学习啊 你看 菩萨都还要发言合悦 因为为什么 因为 如果你众生不欢喜 他会亲近你吗 不会啊 众生是很现实的 哈哈 他不喜欢他就不会来 就是这样 好 再来 与必知实 菩萨 你要知道实节因缘 要能够上观众生的那个因缘 实是指的这个实节因缘 众生现前他修行的状况 他的处境是什么 佛出现在是圣化众生也都是知道众生的实节因缘 根气有没有成熟 才知道你怎么用善巧去叫化 去射受他 这个叫与必知实 所以我们 学过的弟子 我们常常要 眼色要好一点 去观察 其实就是我跟你们讲就是你要把听文的模仿拿来日常用 然后学习那个观照力要灵敏一点 敏锐一点 那个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心态粗了就这样 那也没有去看这什么 无事无尊 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 因缘要做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然后就这样大剌剌的 这个 你看二弟 第二字地柱的菩萨就是都要 你看 发言和乐与必知实 这个真的你 一个见性路理的人 正德空性的人 他这些一定拿来的 他一定会有他的智慧去拿捏他 因为那个众生的心 因为我们的心 对太粗了 而且都跟烦恼相应 自己想要什么 就啪就出去了 对自我意识很高的 你看你从这个经文你去看 其实他都很平实的 你看这些文字是不是都很平实 你去读怀言经 你会发现他是很好读 因为他的文字很简单 做起来不简单 可是做起来就是很难 因为为什么 因为都是跟你的烦恼习气相反的 他是跟心性 智慧的开发是相企的 所以其实你常常去读他 你慢慢你为什么会有大圣的善根 真如魅虚的作用 就是你常常去这样去读 读读 然后你在日常中起到一个关照 这非常重要 其实你让魅虚的文字其实不难的 魅虚是并不困难的 而重点就是说你怎么去 如理去思维他 就是你要把你那个衣服里面的那个宝珠拿起来用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 你要常常去把它回到 回到心性上 不要一直常常带着这种自我意识心 妄想分别 跌倒去过日子 简单来讲 不然否则你就永远每天在夜到 夜地的那种寻夜发现的状态 就是这样 再来心无 心无缺故就是指 因为上次有讲到 你如果众生心生恐惧 你对于法的一个受血 其实你会有不利的状态 不不生法而不能受 不缺行法而不能行 就不会有这种状况 这个我们上次有讲到这边贴了这一段 陈关大师以这个无浊菩萨金刚波罗论里面来解释 金部的时候有讲到二圣人他就是 对他因为有金部的关系 所以他对这个菩提余佛道 他没有办法发起精进 所以为什么会之前在这个大通至圣佛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从释迦佛那里 那个时候释迦佛是十六王子的最后一个撒民 他已经听他讲法法经 也发起大圣菩提心 可是为什么那个时候就 因为那个时候他还是反征 那经过那样的熏席 又五十节之后 在苏博世界释迦佛出世的时候 他已经从重罪的状况变成轻罪 他发起了三圣的一个善根出离心 可惜他因为之前大圣菩提心的退失 他所接受到的就是二圣身为原决的教法 是这样的一员 在仿皇经里面都有讲到 所以这个就是要鼓励大家 就是常常要劝发福地心 如果你 刚刚不是问你们 如果你觉得你现在不信 那怎么办 那就是多读啊 因为这个一定过去有因有缘的 不然不会为什么有的人他一发心 他一发心就能够得佛设止 有没有 初始发福地心佛所设止 有的人就能一开始接触大圣仿交通 就没有完全没有疑问 也不会去怀疑他就是信受贡心 那有的人就是非常的迂回啊 来来去去往往反反 好几回哦 好 所以这个 这个大家 这个是公母过去学法的因缘有关系 男子退世福地心的因缘也有关系 心无缺步 不步生法 再来了达于义 了达于义就是 我们慢慢除了见闻熏洗以外 我们还有这种思维的这种智慧 闻所成慧思所成慧 这个就是正念力啊 就是你能不能常常都是在一份的亲近跟真如法相应的 这个就是意理上能不能了达 如果你不能了达 因缘就是一个实相的道理的话 那你就怎么样 你就常常去偏离果道 就常常跟自我意思去相应啊 那就没有办法解拔生意哦 聚足出世间的政治见法 就是常常要见缘起及见法 你看到缘起就看到实相 一切法万法皆如啊 都是真如的显现 所以现在学法不是只有仁天善 也不是只有缘起不自信空 你还要能够知道一切法都是什么 真如 真如的显现 佛心智慧的显现 你要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陷阵 那才有办法入到大圣法生大士那种实相的智慧 否则你就永远一直在那种分别当中 善恶分别 然后空有的分别 入到实相里面 这个很重要 了达于义 见法即见了 再来无法修行 这个就文师修 清清善事 听完正法 信念思维 无法修行 四大涅槃静音缘故 这个就是刚讲过归音后的四正行 这个要常常去去熏悉它 就是大涅槃 这是佛的智慧 念环不是没有 也不是死后才有 就是你现前的这种 心性智慧的这个开行 再来远离于迷 陈生班大师讲这个叫成行除祸 远离于失 因为你一直在这种正念真如清静心的状况 远离这种跌倒忘强的状况 安住不动 就是常常安住住在哪里 就在这个实相的意义 观至照理 以这个清静心 般若的智慧力 来召见这个实相的意义 决定究竟故安住不动 没有疑惑的 所以修者 警官大师继续讲 这个上面识法 上识多曰字 都是从智慧的层面来讲 从文思修学的角度来讲的 目的是要以智导悲 就是以这个智慧力 来引导这个身口意义的这种 悲心悲怨 面对众生 另转圣故 这我们置地住就是要常随空心 就是在这个出发心住 正的空性的这个基础之上 来静置八万四千法文 来修学这个八万四千法文 这个之前也讲过 为什么叫静置而不叫对置 因为他见性他没有分别 对置法是从三界当中去讲的 有这一法 我用这一个 有这个烦恼 我用这个法文来对置 这个叫对置 那法圣大师菩萨都叫做静置 因为他是清静心修学 这样理解吗 以前妙心就是出发心 这个叫妙心 菩提心 而为所依 勤修诸佛功德 出身无量得用 这个像智地 清静洁白炼至心地 使悲至真名 顾名智地 这个智地就是要悲至真名 所以他以 他圣静虚后要往后到第三修行柱的时候 他就是要以智慧去引导大悲心 所以他自奔生起十种心 他圣静奔就是要送喜多文 然后在意理上 以智慧去引导他这个大悲 所以他最后经文这边写 余诸众生增长大悲 有所闻法极致开解 不由他教 这个就是智地柱的别义 别义就是余诸众生增长大悲 那通义是所有十柱都有的 就是有所闻法极致开解 不由他教理 就是他这个悲啊 也是从这个心性醒发的 我们来看这个补充 大部人《波罗密多经》里面 摩赫萨名 摩赫萨是什么 菩萨摩赫萨 摩赫萨就是大心的众生 八大菩提心的众生叫摩赫萨 大心菩萨 菩萨摩赫萨 因以一切智智心啊 一切智智心是什么 什么心 对佛心 一切智 一切智 菩萨摩赫萨 生文人也有一切智 法生大智菩萨也有一切智 他就是这个空性的智慧 叫一切智 这是理上之佛 可是理通的问题是 世修还不够圆满 那为什么讲一切智智 就是要去区别这个一切智 所以这个是佛的智慧 叫一切智智心 菩萨摩萨以 应一切智智心 也就是你要以这个相应于佛心智慧 的这样的一个心 这个叫应一切智智心 以这样的心 相应于佛心佛智的这个心 大悲为上手 聚修一切 以无所得为方便 这个无所得其实就是大小圣 刚刚讲大小圣的最大差异 无所得就是一个清静心 因无所住而生起心 金刚经讲的 所以这个无所得 小圣就是有所得 所以他入天空灭盘 他因为有所得 以为这个几近安闻是灭度 这个叫小圣的空性 所以菩萨摩赫萨 他是以无所得为方便 与一切众生 与一切友情 同共回向阿纳多罗三秒三比例 设立子 四为菩萨摩赫萨 未欲利乐 诸有情故 发去大圣 所以菩萨发的大圣心 发的佛心 智慧心 他是以相应佛的这个智慧 为根本 以大悲为上手 来修一切八万四千房 一切似修 以无所得为方便 就是这个清静心 然后跟一切友情 同共回向佛道 阿纳多罗三 那三复迪 佛复迪的一个成就 这个是指这个别意 于诸众生 增长大悲 好 那再来一样 有所闻法 吉字开解不由他教 这个就是 四地柱的通义 这个十柱的通义 所以四地柱也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今天就算法 这地柱做一个ending 那我们下个学习 就从修行柱 第三修行柱开始 你从修行柱这边开始 你有看到 他基本上也是 十种行观一切法 有没有 一切法无常 一切法苦 一切法空 有没有 这是苦空无常无我 有没有 一样都要修学这些的 可是他这个时候的修学 他是什么 他是清清清 他是无分别致 差别就差在这里 好 这个我们下一次再跟大家讲 所以说 见性路理 法生大士菩萨 开始起菩萨行 他的修学其实是怎么样 就跟我们现在虚习的内容 其实是一致的 他不同的 不同的是在于 智慧跟悲心的部分 行与不同 跟我们凡夫重生不一样 法的内容 实相就是这样 真理的智慧就是 他是 三圣共 共坐卸国船 三圣所共同的 这个我空的智慧 法空的智慧是菩萨不共二圣 那佛的智慧一切智智呢 那就是不共 不共这些其他法界 这样明白吗 好 这个 那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没有 我们就回向 好 那 慧琪法师的课 1月9号开始 礼拜四开始楞严经 然后礼拜六 微末皆经 有时间就来读 因为这两本基本上就是 都是大圣神经典 愣言经 开悟愣言 成佛法华 富贵华言 所以这三部是所有的佛弟子 最好你有生之年 有因缘见闻 你就好好的熏习 那如果 礼拜平常二世没办法来的人 我们YouTube上面会有那个 录音 会有连结 你们可以听一下 我觉得那个对于大家的这种大圣善根 引导大家从重罪到清罪的这种 要清醒 对要清醒 这大家慢慢要有能够让自己的这种 善根不再是种子 而能够发起现行 你的每天的生活 你的生命里面可以受用 真实的去受用 而不去受用这个世间的这些沉浸的娱乐 你要受用这个佛法 带给我们的这种 几近安稳 好不好 好 这很重要的 否则你们听听听 然后学学学 然后就 一果明珠 对啊 这个就是一果明珠 就是法华经 就在讲这个道理 而且是二圣人自己讲的 佛的这些大阿罗和弟子自己说的 他说我以前就是这样 就像这个人到亲友家一样 我其实我已经跟佛都学过法华经了 都发过 而且释教利息发大福提心 都发福提心了 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 因为懈怠 因为不经济 所以我就退心了 退心之后 可是我有善根 所以当我第二次遇到佛 释迦佛出世的时候 我已经不是凡夫 罪惡不绝 我是什么 我是清罪 我是发起大圣善根 所以他是二圣神魂弟子 那当然法华经里面 他有讲到这些二圣人 其实是什么 其实也就是都是大菩萨来的 叫全献菩萨 因为他过去 这跟他的因地有关系 因为他过去的发愿就是什么 因为他的修学就是 他的因缘就是三圣法路道 所以他在发愿 他成就的时候 他也以三圣的全法 去救助这些困难众生 所以当佛出世的时候 他主办圆容 他就是什么 视线做身闻人 来让佛开眼三圣法教 有没有 就一佛出世千佛护子 就是这样 所以你说这些身闻人哪里来的 他方世界的菩萨来的 所以不要小看这个二圣身闻法 这样明白吗 可是我们在修学的时候 你要学 可是你不能住在二圣的那种 寂静安稳当中 你要发大菩提心 进去法生大事的菩萨行 菩萨行 这样明白吗 我真的就是为什么要修学大事的 核心的根本 不然我们就是一直熏行 然后就真的是一果明珠 很可惜啊 然后就一直在重度 重度罪祸的状态当中 就是你妄想 那你还要等到 你释迦佛会 假设现在像法诺法 我们还可以熏起这种大圣善根 那你接下来你要等 如果你不去净土的话 那你要等弥勒佛出世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三会 龙华三会 那你就看你是在哪一会 得弥勒菩萨受祭 就是这样 那你受祭你还有一段路要走 对不对 所以这个能快一点就快一点 要不然就要到他们的净土去受佛教化 身在有佛事的地方 不然没有就是要自己好好努力 那很辛苦啊 就像二圣人在法华经讲的 就是生活艰难 真的很辛苦啊 你要不小心修一修修成外道 禅定修禅定修苦情 那佛就讲那个都不是究竟 这个很重要的 不要修一修 然后就走越远 迷失了原来的这个 应该要有的方向 好那我们来回向 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从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稀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同身华藏国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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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乱 对 对